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电台出品 陈某人播讲 香港灵异事件之 Hello Katie 藏尸灵异事件 香港的灵异事件实在是太传神 太坚固恐怖 那很多的朋友都是既爱听又害怕 今天老陈和大家分享一个 当年全香港为之震动的杀人事件 以及相应的灵异事件 那就是Hello Katie藏尸事件 当然了 主要还是这件案子带来的灵异事件 由于太过于残忍和恐怖 因此与雨夜屠夫 跑马地址和藏尸案 及屯门色魔案 并称之为香港四大惨案 当然 后来跟其他的三部惨案一样 都被拍成了电影 或者是电视剧 1999年 5月26日 一位香港夜总会的女公关 被发现她的头 被藏在了美人鱼形的 Hello Katie的头内 丢弃于尖沙嘴 嘉莲威老道31号 一个大楼的三壁号房内 年仅23岁 后调查出 他的同居男友 吓得毒手 先是虐待他致死 后整个身体被残肢 并且烹煮 那由于过程太过残忍 咱们 咱且就不过说 这同居的男朋友 伙同两个人 将他的残肢及内脏 丢弃到垃圾站 及大厦的毡棚内 并且 把那人头 直接塞进了 Hello Katie的头里 仅剩下了躯干 则不知道 被藏到什么地方 而这个Hello Katie 被放置许久之后 发出了恶臭 邻居们纷纷地 打给警察 但是警察 终究以为是废弃物 所发出的恶臭 置之不理 就这样 过了一阵子 其中的一个 未成年的女孩 阿芳 便曾经被脅迫嫌犯 一起犯下这场惨案 在她被 九龙 马头尾女同院收容的时候 一直对社工说 她一直梦见一个 无头的女尸 跑来找她 要她还出头颅 甚至 她现在非常害怕 她向警方 坦诚此案 并且做了污点证人 欢取大赦 当然了 这件事情 也随之曝光 三名嫌犯 都被收押至今 但另诡异的是 那谋杀罪不成立 被判为了误杀罪 其中有一个人 刑满释放 可比较恐怖的是 此后 这座大楼 住进去的住户 陆续的搬走 而发生的案件的房间 也一直是空的 没有人敢住进去 然而就在 2014年初 一间连锁 发型设计公司 租起了 一楼和二楼 就在这间公司 将猛鬼挑战的时候 有人向媒体爆料 在某些时间 会在楼梯之间 看见Hello Kitty 而且更为诡异的事 该公司 每天晚上11点准时打烊 但是员工 在隔天观看监控录像的时候 却看见半夜里边 有人影响走动 但是本该是空无一人的房间 却未遭遇过小偷啊 为什么会有人影呢 令人非常的费解 不过发型公司 也有员工说 没见过人影 或者是其他的灵异情况 只是他们都不愿意 在晚上11点之后 待在公司 就算是有加班费 那也是不肯留下 虽然发型设计公司 装修了一楼和二楼 但是 有不知名的业主 想要装修三楼的时候 装修的工人不知道为啥 一直都不愿意完成工作 甚至 想要离开 特别是三楼 事发的房间 曾经有记者进去访问过 但是 也是见到了装修到一半而已 附近的居民们则是说 装修的三楼凶宅 一直传出恐怖的声音 因此呢 工人多半都不愿意进去 这栋楼 目前只有一户住在四楼的女性住户 他表示 他曾经与女性朋友一起租下来这里 但是他的女性朋友 经常听见有女人半夜哭得非常的凄厉 整栋楼 半夜里边都没有人 后来他的女性朋友离开了这里 目前只有他一个人在居住 由于租金便宜 他暂时是不会搬走的 不过 他也遇到过灵异事件 他在进屋的时候 发现有人拿东西扔的 但是他看不见人影 为求新安 他特意去求了一个泰国的佛像 跟福 放在了自己家里 他本来还有一对夫妇来做邻居的 但是因为那个太太在楼梯间遇到了鬼影 他见到的有影子在楼道里边爬 但是没有见到人 而且那夫妇的小孩 经常在楼梯间看见鬼影飘来飘去的 于是全家人赶紧的搬走了 至今整栋大楼里边 只剩下了一户住户 还有发型设计公司 好了 这就是香港四大惨案之一 Hello Katie 藏尸灵异事件